我叫凯文,是一个作家 之前凭借我的处女作有了名气 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写不出来好的内容了 我的感情生活也很糟糕 初恋女友离开了我,我感到难过 一直都没有再找女朋友 和哥哥健身的时候,他劝我多和女读者交流 试着交女朋友 可是我觉得他们只是喜欢我的作品 并不是想了解我 这天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叫安妮的陌生女孩 虽然她是能力的虚幻人物 我却感到了心动 我找到我一个当心理医生的朋友 她说我可以把这个人当作素材写出来 于是我再次才思泉涌 文字在我手指间不断地出来 成段成章 我还会经常梦见安妮 有时还会在家里发现女生的牙刷 写完初稿,我打算去交给出版社看 下楼的时候竟然看到了活生生的安妮 我以为精神出现了问题 我带安妮出去 知道别人也能看到她,我才放心 和她在一起,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安妮的性格长相脾气 都和我书中写的一模一样 哥哥知道这件事情感到不可思议 劝我小心是有人故意伤害我 我拿出初稿,写上安妮,说法语 于是安妮就用法语叫我们去吃饭 哥哥也终于相信了 只要我在书上写的 都会在安妮身上实现 但是我觉得她已经很好了 不会再改了 所以把初稿锁在了抽屉里 我开始带她去旅行玩耍 每天都在一起生活 可是渐渐的她厌倦了整个世界 都是我的生活 她开始交新的朋友 和朋友们出去玩 这天晚上她出去玩 我做好晚饭叫她 她却不肯回来 我再次感觉到孤独 于是拿出初稿写下 安妮离开凯文会痛不欲生 果然马上安妮就给我打来电话 说马上回来 从那之后她就一直都黏着我 走到哪里都要牵着手 疑似在路上我打电话 没有牵着她 她回家之后就伤心的哭了起来 我又拿出初稿 给她改成永远都开心的样子 之后她就每天都很开心 一直都在笑 就连我说我要出差很久 她都表现出开心的样子 哥哥告诉我说 她只是表面在笑 并不是真正的来着 于是我又拿出初稿 改成安妮就是安妮 无论开心还是伤心 她也终于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但是我的控制欲太强烈 这样安妮很受不了 我亲手葬送了我们的爱情 最终我也决定给她自由 让她离开 留下我在家独自悲伤 又过上原来孤独枯燥的生活 多年以后的一个下午 我带着我的狗去公园玩耍 看到了一个和安妮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看到我看她的目光 她微笑着问我 我们是否认识 在我这里 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能重新遇见她 在爱情中 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 情侣双方也都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 我们相爱的同时 也要学会相互体谅 愿有情人 终成眷属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 请订阅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